杂交水稻和无性繁殖法的研究和实验是由台湾省农业实验所嘉义分所农业系主任张万来和技术人员林恩辉、杨建滥等经过六年的苦心而获得成功的。 杂交水稻就是利用植物杂种优势的理论用杂交的方法培育成具有高产量、抗定力强、结实力高和早期成熟的各种优势的报名。 杂交水稻的优良品种以及无性繁殖法的成功将使本层水稻栽培进入运用杂交优势提高产量的新阶段。 这项研究的成功也已经引起了社交菲律宾的国际道路研究所的重视。